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废弃在循环控制位置超出学习极限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般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 通常适用于具有废弃在循环EGR系统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稻奇、拉姆、Cummins、雪佛兰、GMC、Daramax、本田、吉普、现代等汽车 阻态 如果配备OBDR的车辆已存储代码P049D则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在降压废弃在循环EGR阀的某个控制位置检测到故障 A是指EGR降压阀的特定位置 降压式EGR阀系统设计为以测量的增量将一部分废废弃输送回进气气管 以便可以第二次燃烧 此过程对于减少作为内燃机和柴油机运行的副作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一氧化二氮 NOX颗粒至关重要 怀疑NOX是废弃排放中臭氧消耗的一个促成因素 NOX排放受到北美车辆联邦法规的管制 学习极限是一个编程程度 反映了降级EGR阀的某个位置 A能够适应的最小和最大参数 如果PCM检测到EGR阀的实际位置超出这些参数 则将存储代码P049D并且故障指示灯 Mail可能会点亮 在某些车辆应用中 Mail照明需要多个点火循环有故障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由于代码P049D与EGR系统有关 因此不应认为它是严格的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49D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与该代码无关的症状燃油效率略有下降 可能的驾驶性能问题 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此P049D EGR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EGR阀故障 EGR传感器故障 PCM错误或PCM编程错误 P049D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 通常 我会通过定位车辆诊断连接器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相关数据来开始诊断 我会写下所有这些信息 以防我在诊断过程中需要它 接下来 我将试车以查看代码是否立即重置 通过在车辆技术服务公告TSB中搜索与车辆所存储的代码和所显示的症状相匹配的条目 您可能会发现解决潜在的艰苦奋斗诊断的方法 由于TSB条目来自数千名维修专家 因此它们通常包含非常有用的详细信息 如果在清除代码后存储P049D 我将可以使用诊断扫描仪 数字福特 欧母表 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现在 我将对EGR法以及所有相关的接线和连接器进行外观检查 集中注意在靠近热的排气组件和经常与排气罩相关的锯齿状边缘附近布线的线数 注意 在使用DVAM测试电阻 连续性之前 请从电路上断开所有相关的控制器 使用位于车辆信息源中的接线图和连接器引脚分布图 测试每个单独的EGR法连接器电路 带有DVAM 以获取适当的信号 可能有必要使用扫描以手动激活EGR系统 因为大多数系统在自动激活发生之前需要设定速度 不符合制造商规格的电路将需要返回源 通常是PCM连接器并重新测试 如果未检测到来自PCM的输出信号 则怀疑PCM或PCM编程错误 取而代之的是 根据需要维修或更换开路、短路 如果所有电路均符合制造商的规格 请使用DVAM测试实际的EGR法和集成传感器 您的车辆信息源将再次提供测试该零件的信息 如果降压EGR法和所有集成的传感器与制造商的规格不符 则怀疑其有缺陷 该代码仅在配备降压EGR法的车辆中展示 您就可以看到大 incarn 목 Section existem 关注第一 您房谴的摄り 您的几个航星 计划